建议也许会迟到 但永远不会缺席 大家好 我是老Z 最近经典好莱坞大片 铁达尼号 又要重置进入戏院 当年老Z也是进戏院 刷了三四遍 因为穷小子与富家千金的爱情与牺牲 总是成为流行文化的题材 只是搬到现实当中 有时候却是无庸置疑的悲剧 更可能留下许多无法解释的谜团 接着跟着老Z回到案发那天 带您抽丝剥茧 彰化回车厂富家女 后车厢诡异断魂 躺男友车厢九天 疑似遭杀害人却失踪 员工爱上老板千金 1800万神秘转账 出病死不瞑目 男友现身尽神秘旋转 到底怎么回事 来看这起富家女情杀悬案 时间回到2005年3月5日 交化一名23岁的年轻女孩 陈雅玲 这天说到北上找朋友之后 接着人间蒸发 家族里的亲友们十分的着急 到处打听陈雅玲的下落 最怀疑的是陈雅玲的男朋友 因为他们感情出现很大的问题 最后家属在桃源一处停车场 发现了男友的轿车 一连等了好几天 男友却没有信声 直到失踪第九天 家属联络警方打开后车厢查看 失踪的陈雅玲竟然死在里头 这家位在桃源县三明路的停车场 拉起了封锁线 因为里头的这辆银白色轿车 不止四个轮胎全被泄了气 后车厢一打开 还有个女子沉湿在里头 就在一辆乡行车里 发现人是车主的弟子 他都是彰化人 车主跟女子是男女朋友 是用衣服把它盖住吗 就是这样全收起来盖着 擦多档 有档吗给他做 警方调查后发现 死者是24岁的陈雅玲 这个月五号和男友相约 一块到桃源来找朋友 没想到却一去不回 当天晚上就会坐黑车回去 但是他家属 一直等不到这个女孩子回家 五号早上 成熙女子表示要北上找男友 当天晚上还跟家人电话联络 没想到这通电话 却是临终前的死亡电话 这对男女朋友彼此的关系很特殊 陈亚琳是来自彰化浦岩 一间资源回收厂的老板千金 家境相当的富裕 而男朋友则是他们的自家员工 两人年纪相差了八岁 传出两人已经论及婚嫁 但陈亚琳的脖子上 有明显的勒痕 很有可能就是被人勒死 而关键的男朋友苏俊成 此时却也下落不明 他有没有可能就是凶手呢 23岁的陈亚琳女子有三个哥哥 是家中独生女备受呵护 父亲在彰化开设塑胶商行 以及资源回收公司 雇佣员工就有近百人 家境相当富裕 陈亚琳女子遇害的消息传回彰化老家 家里开设的资源回收公司 一整夜灯火通明 员工邻居议论纷纷 他们说陈亚琳女子毕业后 就在自家公司当会计 仍很乖巧 她不是出门出去三天过去的 连一天都没有出去过 就是早上去银行挥一下钱 晚上就会来这样子 从来没有离过家里过 他们的关系是 朋友这样子而已 女方承认不承认 他们有在交往 承认吗 女方承认 女孩子承认 可是他父亲把个人 他父亲我对他们两个在一起 他们在一起多久了 两年了 由于死者是与男友相约出去 因此苏姓男友 被列为重要嫌疑人 苏姓母亲强调 她的孩子与陈亚琳交往 已经有两年的时间 感情相当好 算要离开他就这样 他有要死 不然他死 不过他死 结果 女孩子又来 又来叫他上班 女孩子一直说 不要让他死 他们是 其实有在交往 但是他们可能 怕他们是大人 反对 算比较不明朗化 这样 因为女孩子 去年有常常来我们家 从男女双方的亲友态度来看 很明显出现了任职差距 男方家人很祝福 女方的家长却是相当反对 因为陈家人认为 苏俊成爱喝酒 会闹事 还有酒驾公共危险的前科 两人的家世背景 的确有差距 显然这段爱上富家女的恋情 是有摩擦存在里头的 但这究竟是不是 跟陈亚琳死因有关呢 根据了解死者担任公司会计 曾经从公司账户 汇出一笔一千八百万元的巨款 流向不明 男子家人替他否认拿了这笔钱 哪有不可能 他身上 他如果有转钱给他 他为什么他 他还要去跟银行借钱 谁跟银行借钱 你大婆 我大婆 他跟银行借了八万 还借那个什么现金卡 干部就是拿花钱了 没有 只要我没有台湾机会 真好 我就是要从哪里 他能去银行借 乌黑的秀法 配上大大的眼睛 相片中的陈亚琳笑得好灿烂 这是之前陈亚琳和苏俊成 一同出友所拍的照片 两人双手紧紧扣住 就连相片的背后也写着 公还记得这张照片吗 不管将来如何 婆会一直等你回来接我 虽然我们相处两弟 假日我会找你的 我们彼此要互相加油 我永远只爱你一个婆柳 两人似乎都与夫妻相称 而陈亚琳生前是否曾挪用 一千八百万公款 家属透过警方澄清 媒体上面讲说 她女儿有挪用公司一千八百万 她严重声明说 绝对没有这个事情 那她女儿离开的时候 大概身上可能就带 大概将近十万块的现金 突然被爆出 公司千万账款不见了 家属赶紧撇清 并且祭出十万块的赏金 要民众帮忙揪出关键人物苏俊成 但这一千八百万 会去杀害陈亚琳的动机吗 怎么想似乎都不太对 如果得手了 应该是远走高飞 何必要杀人灭口呢 警方研判 陈亚琳失踪的那一晚 很可能就遭遇了不测 警方找来当天 有跟两人碰面的友人 没想到从她口中听到了震撼的消息 那个陈亚琳有怀过她的孩子 那事后自己跑去把小孩拿掉 因为这个事情他们有在侦查 过年的时候的事情 那我是最近才 就是那天她来找我 我才知道 听她口中讲的时候 是说陈亚琳自己一个人 就是去把她拿掉 算是有点小口角 什么原因我就不清楚了 因为我们那天坐的包厢 他们是坐左手边 我是坐右手边 苏星成想跟她结婚啊 想跟她结婚啊 你觉得苏星成爱不爱她 我觉得苏星成爱她 她跟你说她送陈亚琳回去了嘛 然后你觉得她怪怪的吗 然后她跟你讲了什么东西 没有觉得怪怪的 是事后想要再跟她聊陈亚琳的事情 但是她跟我讲说 她已经跟她分手了 叫我不要再提起陈亚琳的名字了 这是警方公布的最新气凶录影带 画面中的男子就是苏俊成 她在陈亚琳失踪当天回到菜信友人住处 进电梯时被拍到 警方希望各界斜巡 当天傍晚唱完KTV 苏俊成带着陈亚琳离开之后 到了晚上11点 苏俊成独自回到菜信友人的住处 说已经送陈亚琳坐野鸡车回家 但从此陈亚琳就失踪 先是1800万怡云 然后又是堕胎口角 两人的关系 苏不如想象中单纯 而蔡国珍也透露 其实还有其他小开在追求陈亚琳 还私下跟小开出去过几次 苏俊成得志后 心情非常苦闷 所以才北上要找蔡国珍诉苦 没想到隔天 陈亚琳就搭火车追过来 似乎想要解释彼此的误会 于是跑到了KTV唱歌 这样听起来 情杀的意味提高了 但有可能吗 警方可不敢妄下定论 但总要想办法还原当天 究竟发生什么事 3月5号下午6点49分 穿白色外套的陈亚琳 从KTV的214包厢走出来 陈亚琳在哭的 这样子在哭吗 他在讲手机 随后他男友的好朋友蔡国珍 也跟着出来 在一旁安抚 两个人就从后面楼梯下楼 苏俊成一度走出包厢 隔了几分钟才下楼追到大厅 三个人在大厅监视器 拍不到的地方待了一会儿 只见到穿着黑色外套的蔡国珍 到柜台要了一张面纸 几分钟之后 苏俊成跟在陈亚琳后面走向大门 苏俊成还上前拥抱陈亚琳 两个人就在玻璃门前 三个人在大厅停留了大约十分钟 两个人在那边弹的 差不多将近有八九分钟 没有 那个蔡国珍来抽面子 拿卫生纸给他哭了 关键的八九分钟 三人之间到底说了些什么 陈亚琳为什么哭 直到走出了桃园这家 KTV的店门口 甚至还一直在伤心落泪 苏俊男朋友还上前 拥抱他好几分钟的时间 走出门外时 从另外一部摄影机的画面 看到的是蔡国珍从后面 试图要拉住陈亚琳 说了些什么看不出来 而苏俊成就站在一旁 随后蔡国珍回到楼上的包厢 而苏俊成搂着陈亚琳 继续在骑楼贴着脸说话 然后两个人搭车离开 从此没有陈亚琳的消息 直到八天之后 在苏俊成的后行李箱 找到他的尸体 仔细看完了整段监视器 没有获得答案 却出现更多问号 就连在场的蔡国珍 刚刚也听到 他也不清楚 两人不是还揉揉抱抱 却突然分手了 陈亚琳就死了 显然KTV这段 并非凶暗的关键 重点是接下来 他们到底开车去了哪里 警方调阅通连记录 发现这四个小时 车子从KTV离开 先往火车站 又前往龟山乡中义路 再到丰树坑 接着绕回先立体育馆 最后又回到停车场 所以他那个车都没有付钱 当然没有付钱 所以他停了几天 他五号位高刚 3月8号 苏俊成曾经到停车场 准备取车 管理员开出了 96小时的停车费 但是他没有付款 再度离开 如果苏俊成准备气势逃逸 为何他又会重返停车场 动机和行为都不合常理 警方根据经验研判 找到尸体距离 陈雅玲失踪已经8天了 但是死者毛发没脱落 车厢里也没有发出湿臭味 研判死亡的时间 应该在4天左右 也就是说 如果从13号往前推4天 陈雅玲死亡的时间 应该是在9号 警方又是侦办 谜团却越来越多 一开始有提到 陈雅玲的父亲 发现这辆车的时候 就在车子旁边等候 那是在3月7号的时候 一连守了3天 结果却是站在 女儿的尸体旁边 而他当时 会不会还没有断气呢 这是个令人害怕的联想 但很明显 这应该不是 杀害的第一现场 那苏俊成 又是怎么把尸体 偷偷放进去 又不让管理员发现呢 所有的疑惑 只有一个解决方式 就是赶紧找到苏俊成 出面解释 我们儿子很短 他实验是说 他没像他南方说的 他酒品不好 是要喝水 他为什么要喝水 但是他那是夏天 都说 做了夏天 回来 搁一个米楼 湿的湿的湿的 其母很大条 他总是要出面 出面出来说 说的穿着最烦烈 就是说 反设议和保护 他自己已经想不到 他不知道去米在哪里 已经死在哪里 账号富家女陈雅玲 城市男友轿车 行李箱命案 警方公布 嫌犯苏俊成的照片后 追逃到他在南部 使用信用卡 预见了8万元 目前可能潜藏在南部 警方正不见查气 但也希望他 主动出面说明 警方调查凶手 可能的行凶动机 发现陈雅玲 下午7点离开KTV后 在8点接到一通 公司同事打来的电话 双方谈了9分钟 警方研判 陈雅玲接这通电话时 还坐在苏俊成的车上 警方调查 双方在电话中 男员工问陈雅玲 什么时候回来 过得好不好 一些关心问候的话 警方怀疑 这通电话 可能是陈雅玲的追求者打的 陈雅玲是一期别恋了 而且对象是公司员工 不是小开 陈雅玲在苏俊成的车上 和追求者讲手机 是不是这9分钟的聊天 激怒了男友 富家女才得到杀身之祸 警方不排除这样的假设 惨遭杀害气室的陈雅玲 遗体重解 或是被抬了出来 最疼她的阿姨 舍不得陈雅玲惨死 几乎精神崩溃 陈雅玲的遗体 在验尸之后 将运回彰化老家 哥哥捧着她的遗照 声声呼唤妹妹回家了 加油 加油 回家了 加油 回家 加油 我回家了 阿姨 加油 我回家了 阿姨 要回家了 依照习俗陈雅玲的父母亲 不能来送女儿 但等铃车一走 陈雅玲的母亲 难掩悲伤的心情放声大哭 妈 来这边 妈 来这边 来 来这边 接破完之后 陈雅玲的遗体将运回彰化老家 她将被安葬在老家附近 墓园已经开始动工 墓园会选在这里 其实是陈雅玲 托梦给外婆的心愿 亲眼见到女儿的惨状 陈家人各个是悲从中来 但重要的是 法医解剖相应后 并没有解开相关的名团 只是从证据上更确定 陈雅玲就是被勒死的 而由于冤情一直没有解开 还传出了不少灵异事件 甚至似乎无法入土为安 法师宋经超渡 一路引着王者陈雅玲 归隐西方世界 墓地虽然就在回收场老家旁 不过两公里的路 对陈家人来说却很远 家属难过地说 尸体被发现后 到今天早上要入恋时 已经三个星期了 死者的眼皮盖得又开 始终合不上眼 即使请法师超渡 直到上午七点入关 心疼的家属 看着枉死的女儿 睁着眼盯上棺木 都把陈雅玲小姐伴回 都伴不回 但是就说陈雅玲 看死不明目 陈雅玲死后 灵异传说不断 就曾有员工看见陈雅玲 一个人排回门口 一度以为被家人关在门外 没想到却传来死讯 傅家女被害之后 传出她曾托梦给工厂员工 哭诉死得很冤枉 而且行凶的嫌犯有两人 对于这样的传闻 家属郑重否认 陈雅玲含冤下葬 陈雅玲含冤下葬 甚至还有家属说被托梦 指出苏俊成可能躲在台中光复路 警方根据她的人际关系 连高雄当兵时的住处 这些相关的地缘 全部找了一遍 就是没有消息 虽然发布了协巡专刊 也查到她在案发前一天 曾在高雄跟屏东刷卡 各买了一条金项链 疑似要换钱跑路 最后踪迹 是在屏东恒春 一家网咖上网 之后就人间蒸发 但就在出兵一个月后 苏俊成以恐怖的方式出现了 凶贤上吊的地点 留下民众烧的名纸 警方已经在现场拉起了封锁线 几个小时之前 就在这棵树上 吊着一具已经死亡多时的男尸 从散落一地的遗物中赫然发现 这具无名师很可能救世 三月初犯下杀害彰化附加千金 陈雅玲的男朋友苏俊成 但是凶贤上吊的地方并不好走 必须穿过层层的树丛才找得到 是一处非常隐秘的山坡地 上午十点钟是因为有民众前往这里工作的时候 才赫然在一棵大树发现的一名男子 以童军神绑在树干上吊身亡 民众看到这具遗体已经下得不知所措 却传出正当他们要接近的时候 吊在树上的遗体 居然开始慢慢旋转了起来 有如恐怖片般的惊悚景象 陈雅玲的死掉 为了是洗清他自己 为了要洗衫自己的 这个我没罪 亲人还是说对他有意能够去生烟的人 一走到他的旁边 他自然就会一直算 但是是顺时间 但是如果是逆时间的话 那个就是有的是为罪而自杀的 左右是不管的 这没有那么厉害的 我觉得这是一个气流 跟脊椎肝脏 跟温度的关系 所造成的一个现象 其实也不是那么可怕 看无法知道是顺时针 还是逆时针旋转一样 没有人可以确定的是 这名男性死者到底是杀人凶手 还是无辜者 这都已经在这里了 苏俊成的弟弟也到殡仪馆认识 导时妈妈悲伤的留在车内 不想面对难过的频频室内 因为南台湾天气非常炎热 死者被发现的时候 尸体已经严重腐烂了 警方在现场找到这个登山包包 身旁还有一条铜军绳 以及一把美工刀两封遗书 遗书中第一段写着 爸 妈 让你们受这么多苦 对不起 我不会再让你们为我烦恼操心了 而遗书空了一大段后 有另一段文字是留给苏俊成的老板 也就是女友陈雅玲父亲的遗言 上面写着老板钱我一毛也没拿 雅玲一直以来为公司尽心尽力 到死你都还在怀疑他 请你相信他一切都是我的错对不起 言下之意似乎是说陈雅玲从账户 转出的一千八百万确实是转给苏俊成 但是他没有动用这笔钱 警方跟家属看到这封遗书内容傻眼了 所有的一切谜题完全没有交代 一千八百万拿来做什么又去了哪 为何陈雅玲会死又是怎么死的 苏俊成为什么要自意逃避什么问题 得不到真相的家属更加痛心 然而回收场的员工却是放炮庆祝 因为杀人凶手已经一命第一命 死者陈雅玲的幕前全是燃放鞭炮的痕迹 因为陈雅玲家的员工得知疑似 杀死陈雅玲的凶贤苏俊成 已经在墾丁上吊自杀 到陈雅玲幕前放鞭炮 警方在各大饭店清查 不料苏俊成就在饭店区后面的山坡地 上吊自杀 警方推测墾丁可能是苏俊成跟陈雅玲 同流多次的地点 因此苏俊成被通弃之后 就一直停留在墾丁 检察官昨天晚上验尸 发现苏俊成死亡时间已经超过了20天 所以很有可能他早就知道自己逃不过了 因此畏罪上吊自杀 不过他的父亲说陈雅玲死后 苏俊成已经两个月没有和家人联络 他不相信儿子会勒死陈雅玲 如今苏俊成已经死亡 警方很可能查无对证了 这是陈雅玲生前的照片 大大的眼睛清秀的脸庞 不过照片里 陈雅玲浅浅的微笑 家属再也看不到了 母亲节反而是陈雅玲的姑姑 为她上香 少了陈雅玲 她的母亲只能以泪洗面 来看一看 来看一看 听说她妈在家里 很相信的 怕你了 一定会得到 这一年的母亲节 陈雅玲的母亲躲在家里头 面对失去爱女的伤痛 默默承受 对陈雅玲的家属和朋友而言 凶贤自杀身亡 只是留下更深的谜团 很不甘愿 那为什么要加死我们雅玲 她这样死掉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问她 对不对 我们真的很不甘愿 从此以后的母亲节 陈雅玲的母亲再也收不到 女儿为她献上的康乃馨 陈雅玲之死就此画上了惊叹号 令人不解的是她们的恋情 如果真的那么坚定 即使不受女方家长认同 想携手白头洗脑 也没人能真正阻止 假如真的有第三者 感情出现了裂痕 当天唱KTV 似乎又是在挽回男友 究竟是怎么样的原因 之后让苏俊成动了杀鸡呢 以上就是今天的故事 如果你有合理的解释 欢迎在底下留言 一起跟大家讨论 最后让老Z工商时间一下 输压饮品默默水 有输压元素茶氨酸 还添加GABA洋柑橘萃取物 低热量好吸收 能帮助入睡 现在出入老Z推荐代码 CTI527就能获得折扣 上快点购网站 还能有更多优惠哦 请继续支持我们 我是老Z 我们下期见